到时候到了神借着他大能的手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 在西乃山上神向以色列人显现 并且与他们立约 让他们归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 这个约就是旧约 在西乃的旷野 神并颁布了十戒 教导以色列人制作废墓和约柜 十戒作为旧约的总纲 约柜象征神就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 你们家是要了解出埃及记 怎么样能够应用在基督徒身上的话 有几个经节 很快的带你们看过一次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在这个地方 第十章他提到说 第十一节他说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正式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有没有 他写到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 很多里面是提到这个埃及 出埃及记里面的故事 就是要作为我们现在的见解 所以整个出埃及记 其实保罗很清楚的讲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属灵的功课 那么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六节 十九章的第六节 其实从第四节 十九章第四节开始说 我们还是没有那个麦克风 有吗 没有想 你可不可以给他们 像是可以的话 我请他们念 只要你录音可以录得起来 不想没关系 只要你录音可以录的话 可不可以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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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 那个东敏来念好了 要不然我会没有 到后来没有声音 可以念啊老师啊 你慢慢看啊 你慢慢念念看 我看 我像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其也看见我如鹰 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师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OK 好 那海英里面那个 可以哈 Good 还有你念那个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二章九节十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真诚的祭师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 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成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的对称 好 这个身份 以色列人以前在神计划里面的身份 就跟今天基督徒在神计划里面的身份完全一样 好 所以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 神说就是我们的警戒 好 那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失败了 希望我们不会失败 希望我们可以成功 好 那所以这整个出埃及记 而且出埃及记呢 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呢 神跟他们立约 来 立约就是 洒血的时候就是立约嘛 好 那 那 你看那个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 第六节 他说摩西将血一半沉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说的 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循 第八节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 你看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 那 这个是用血所立的约 来 那我们今天手煮餐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这一杯是用我的血 与你们所立的什么 新约 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第八 讲的这个是什么约 就是旧约 就是旧约 那旧约跟新约不同的 旧约是很清楚的写在这个史版上 新约是写在我们的新版上 OK 目的神祝福的原意没有变 神给我们 跟我们立约的目的没有变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祝福全地 那 那个旧约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 是写在这个 写在史版上 但是呢 在新约里面呢 我们是 神是写在我们新版上 那 其实旧约跟新约 你真正去study的时候 差别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多 差别不像你想象那么多 其实 所以 所以就出埃及纪 我们是因为 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但出埃及纪呢 基本上我把几个地方提出来 你就看到 这出埃及纪你去想的话呢 每一个地方呢 都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呢 可以用 好 那那么 这个 而且呢 在西乃的旷野呢 神颁布了十戒 叫了以色列人 制作慧幕跟约柜 十戒是整个旧约的总纲啊 那约柜呢 象征神就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 好 那个约柜 约柜就象征神的同在 对不对 那新约有没有象征神的同在 新约有没有神的同在 在我们的心里 那神其实更讲得很清楚说 当你们去做的时候 你们去做实行大使命的时候呢 他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十戒的末了 有没有 所以神甚至把他讲得更清楚了 As you do it in action I'll be with you 我就与你们同在 好 我会与你们同在 那在这个 好 好 那而且呢 十戒呢 提到那个 前面四戒是对神 后面六戒是对人 那主耶稣就把它summarize 他说前面四戒是什么 他说你要怎么样 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对不对 他就把前面的四个戒summarize 后面六个戒他怎么summarize 其次又是什么呀 爱人如己 就是你会爱人如己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去杀人 不会杀他嘛 因为你自己不希望被杀嘛 你就不会去杀他 对不对 那你爱人如己 你就不会去偷他的东西 不会去 因为你自己不喜欢被偷嘛 对不对 那你爱人如己的时候 你就不会作假见证嘛 言语上不会犯罪嘛 然后你就不会去贪婪人家的 这个东西或人家的太太 那这个就是 就是 所以主耶稣就把它summarize 所以你看旧约新约其实 very related 非常related 好 好 那名称呢 The Aleshmot 就是 这些是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是西伯来文圣经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头两个字 也是西伯来文圣经的名字 英文圣经的名字 Exodus 是从拉丁文圣经来的 意思就是出去或离去 中文圣经更明白的指出是离开埃及 出埃及记一开始就和创世纪四十六章八到二十七节连接起来 指出雅各加来到埃及是七十人 这七十人经过四百三十年成了一个光世南定就有六十万的民族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七章十四节 使徒行传七章十四节呢 在这个地方呢 他说约瑟就打发弟兄 请父亲雅各 汉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汉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那你看 你看出埃及记的 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他说 以色列的众子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有刘变西敏立位 犹大以撒加西伯伦变雅敏 一旦拿福他利加德亚瑟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 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病 一代人都死了 他提到说 从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 那所以可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呢 在这个 史蒂芬他在讲的时候 讲历史的时候 他提到说七十五个人 好 那 假使你看这个四十六章 创世纪四十六章的话 他有提到这个四十六章第八节 来到埃及以色列人的名字记在下面等等 好 然后最后呢 二十六节 那以雅各同到埃及的 除了他儿户之外 凡从他所生的共六十六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雅各加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提到说 从雅各出生的 除了他的那个 Doters in law没有算以外呢 他有六十六个人 那再加上约瑟 他的两个儿子 伊法林跟玛拿西 还有加上雅各自己 一共有四个人 就加几十个人 好 那我们这里 这里稍微来算一下 这里稍微来算一下 他第一个呢 在十五节的时候呢 他提到 儿孙共有三十三人 好 那这里呢 提到的是 提到的是 这个是那个丽雅 丽雅所生的 丽雅所生的这个字派 一共有三十三个 好 那都是算男丁 但是只有算了一个女的 就是底拿 底拿算进去 以色列人是这样算的啦 就说加上女的已经出嫁就不再算了 他就跟他的先生算一个 好 这个其实很合乎圣经的 二人合为一体嘛 不再是两个人 只是变成一个人的 好 所以 所以就 所以那但是底拿呢 因为没有结婚 他也受到这个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那他的两个哥哥又把他 想要娶他的这个世间的王子把他杀了 所以这个他就变成一个一个独独居的 然后呢 这个再来呢 是这个 这个是西帕 为雅各所生的一共有十六人 好 然后再来呢 那是 是这个 这个拉杰给雅各所生的一共有十四人 这二十二节 好 然后最后呢 是辟拉 拉杰的婢女 辟拉给雅各所生的一共有七人 所以你把他加一下 33加16加14加7 一共多少 太慢了太慢了 多少 不行啊 你们这样跟你们跟雅各怎么比 人家雅各算数很快了 七十个人吗 对不对 对啊 有七十个人 好 所以七十个人 他这里算起来是七十个人 那 那这个 所以呢 基本上 我看到这个 我看这个NIV的那个Study Bible NIV的那个Study Bible 他尝试要reconcile这些事情 那 我每次拿到一本 不同的NIV的 那个Study Bible 他解释又变了一下 又变了一下 他改来改来 他自己也是 好像有的学者这样讲 他后来就觉得不行 把他换掉 所以到后来呢 我以前有写了一些 从他里面写了一些解释方法 后来发现他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后来我觉得自己也 我觉得不太同意 那基本上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你知道 前面这个三十三个 前面这个三十三个 没有包括雅各 所以你把他加起来七十个的话 加是雅各也加进去了 就是七十一个 好 就是七十一个 所以呢 所以那个NIV的Study Bible 有一次呢 就是就提到说 就是有一个人是 他就是他提到这个 就是说他提到里面有一个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阿霞 这个阿霞他认为是 可能是笔物 所以把这个阿霞去掉 但是 但是呢 我后来又看NIV的三个 他已经不讲 好 所以 所以 因为你要是说这个应该是七十一个 那那个七十四译本呢 七十四译本呢 基本上呢 他是把提到那个 马拿西有一个儿子 宜华林有两个孩子 还有他们 马拿西跟宜华林各有一个孙子 所以一共有五个人 所以他就等于是 在七十个加上这五个人 好 那另外有两个issue就是说 你发现这三十三个 这创世纪四十六章三十三个里面呢 包括了这个 尤道的儿子是尔跟尔南 那儿跟二南呢 他们是死在迦南地 可是呢 在算的时候 他把他们名字算进去了 所以说你说他七十个人 事实上里面有两个死人 好 所以很可能是 我在想是不是 他是第三个十四里面 把那个约瑟跟他两个儿子 他们算进去三十四个人 所以没有错啊 他是六支六加这四 跟这个 这前面这四个加起来是七十是对的 对啊 我们现在讲七十个人 就是说 他是讲以色列到 以色列加到埃及一共有七十个人 那这包括约瑟 包括他的两个孩子 还要再加上雅各的话 应该七十一个 因为你前面那三十三个呢 没有算雅各 你等一下回去算算看 好 然后 然后呢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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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讨厌 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LXX 就是说 Septugent的Tradition 跟那个Masoretic Text的Tradition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 因为 七十四译本 他的Tradition呢 是从这个 亚历三大这边传过来的 Masoretic Text的主要的Tradition 是从那巴比伦的Tradition传销 我上次有稍微跟你们解释过 有没有 这个本来不是我们这堂课 不应该是我这堂课教你们 就是提到那个 Texture Texture Criticism 有没有 就是说 有的以色列被掳的时候 他主要精英在巴比伦嘛 然后后来呢 到后代以后 好像就是说 从 其实那个亚历三大 是一个主要的文化中心 又有一些人回流以后 又什么 那不要形成一个Tradition 那那个圣经的超呢 超本的流传 不同的地方 所以 所以有一个是变成七十五个人 有一个变成七十个人 好 那你们假使说 你们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对那个 低等批判的话 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是你们可以去研究的地方 好 也可以 保证能让你们很有意思 好 你可以 这个 为什么会 到底是哪一个 好 那 那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就是让你们知道说 你或者你们要写一个paper 在这里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可以 这里就不用讲 好 但基本上呢 这七十个人经过四百三十年呢 就成为一个光丝南丁 计算 计算 你们的三十一月 讲义的三十一月 好 三十一月 我就用那个 用约瑟做一个例子 好 约瑟因为他 为什么用约瑟 因为约瑟比较保守 第一个 约瑟呢 他三十岁才结婚 OK 那时候呢 没有人三十岁结婚 三十岁都已经太老了 懂不懂 那我用一个最老的老男人 三十岁结婚 而且呢 他只生两个儿子 又是很少的 来 他算最少的啦 一个老男人 又是 又是生的很少 就用他做标准 好 那用七十个就算 那你讲四百三十年啦 四百三十年呢 三十岁算一代嘛 就约瑟的例子 三十岁算一代 一共是有十四代 对不对 你们三十一月 最下面那里 十四代 好 那每一个家庭 只有两个男孩呢 到了第十四代 单单是那一代的人数 不要算他的爸爸 或祖父 就算 第十四代 那一代的人数 那就是七十 乘以二的是三次方 好 因为你 第十四代嘛 那第一代 第一代有一个的话 第二代就是一乘二嘛 就有两个嘛 第三代呢 就是再乘一个二嘛 第四代呢 再乘一个二嘛 好 所以就是说 第四代的话 就二的三次方嘛 好 那第十四代的话 就二的十三次方 好 所以 七十乘以二的十三次方呢 你要Calculator算一下 就算573440个人 差不多嘛 好 差不多 就是 所以基本上就说 我跟你讲 你只要那个面粉不要涨价 那人不得了 他可以生得很快 然后有一些 基本的医疗啊 什么 那很快的 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了那么多人 但是baby boomer 一下就回来了 所以好像三号神 有时候有一些 有一些自然的这些check 就是说 有时候人一多的时候呢 他好像这个生育率就下降 很特别 好 你看日本 他的生育率就下降 因为他很密 很密 就生育率下降 甚至有时候 他们提到说 这个 在很密集的地方 那受孕率都会减低 就 somehow 有一些mechanism 好像 就表示说 we are really not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我们不是 在control of everything 不是我们 好 所以基本上呢 就四百三十年里面呢 就是成为一个大国 那 那 那 我们提到这个 目的跟范围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目的跟范围 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文体 初二集记呢 有叙事文体 有诗歌有法规 有敬拜的规条 是多种文体 混杂的一本书 那 初二集记第一部分呢 提到出埃及 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 里面有 包括以色列人受欺压 神父照摩西 神将死灾 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 好 那这当中包括 一二节的规定 无效节的规定 然后第二部分呢 提到法规 法规 约书我们刚刚讲 讲到那个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第七节 他跟他们立了旧约 然后十戒 然后呢 第三部分呢 提到敬拜 建造会墓的指示 然后他提到说呢 这本书 你们的课本呢 写说 他是以 以守安息日的命令 来结束 这个建造会墓的指示 是 这是在三十一章 四到十七节 然后呢 金流读的敬拜呢 是以守安息日的命令 开始 是三十五章的一到三节 这个 这里的话就是 我是觉得 它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 属于一种叫 恶药重塑 好 一种恶药重塑 那 什么叫做恶药重塑呢 恶药重塑是一种 恶药重塑是一种 这个 我用这个给你们看 快点 因为既然 可以 好 OK 你帮我看一下 嗯 哎呀 重塑 一点 这个是一个比较平常 比较 这是一个 什么叫做二要重述呢 圣经作者呢 有时候会 由主线故事中 插开一步 将某一单元先行结束 接着他便用 文学技巧中的二要重述法 将读者带回主线故事中 好 就是说 加持有两件事情 这边有一件事情在发生 然后到这里呢 又有一件事情 跟它同时在发生 OK 那圣经一般写到这里的时候 它不会说 写到这边 然后下面就划一条线 然后这边写这边的事情 这边写这边的事情 不会这样 你晓得我的意思 他不会这样 所以他不会说 这边写到这里 就是说 你们把书包 pack好了以后 中午了 把书包包pack好了以后 这个吴云铭去吃 那个什么越南核粉 这样子 然后呢 Miggy去吃什么 这个是 那个韩国的BBQ 然后回来以后两个人呢 一个很清醒 一个昏昏欲睡 这样子 那他不会写到这里的时候 他把它画一条线 不是这样 他一定先记载一个 然后呢 再记载另外一个 那怎么样可以让 你知道他在记载 同时的两件事情呢 他就用二要重述 那二要重述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提到说 你们把书包pack以后呢 那吴云铭就去吃越南核粉 等等等等 好 然后再 等一下 记载Miggy的时候 就说 你们把 那个老师说 你们书包可以pack好以后 那Miggy就往外走走走 就这样 那就是把那个书包pack起来 这件事情重新再提一次呢 就让你 让你知道说 他是在 回到同样的出发点 再重新提这件事情 这叫二要重述 OK 所以 譬如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这个 这个是你们都很熟的 米辰人带约瑟到埃及 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利华 这里面都很熟吧 好 那你们看到另外一节 创伦记39章第一节 约瑟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 卓卫长波利华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人 以史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OK 这个基本上呢 记载的是同样的事情 来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米辰人卖给 波利华 这个是呢 这个是波利华呢 从米辰人那边买了 约瑟 同样的一件事情 来 这叫二要重述 那么二要重述呢 在三十七章的第九节 我不晓得这个 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 没有 你们看得到吗 看不见到 看不见到 那要不要把那个灯 就是这个 有没有办法 把这灯稍微弄一下 尝世纪37章36节 然后尝世纪39章第一节 自己 好 可以吗 可以啦 可以看得见 我做的这么漂亮 那边看不清这个 好可惜 OK 我没有办法 把它弄得再大了 这个 好 OK 那么 那么你看呢 那你看就是 那为什么当中 搞一个38章 为什么 当中放一个 创世纪38章 很多人呢 就以为好像是 没有地方放 所以必须找一个地方放 就放那里 OK 事实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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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事实上不是 你们 你们就看这个 创世纪38章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知道 创世纪38章 记载的是 谁的事情 由大 由大 那由大其实是他弟兄们的代表 OK 那就是 这个 約瑟啊 被卖了以后呢 那 他以后就到了 埃及 到了埃及以后呢 就会发生 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那他要记载这件事情 他先停下来 他先记载 由大发生的事情 然后再回到 这个 用二要重述 再回到 那个他们 被卖以后 来继续记载約瑟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么由大呢 卖了約瑟以后啊 他 做什么事情 他当然就是 也自己心中也很frustrated 好 那结果呢 他 基本上他就是 娶了一个妻子 好 然后呢 后来呢 这个 一二十年以后呢 他 又 又去找妓女 来 他以为是找妓女嘛 好 就找他 就 發生跟他嘛 有孩子的事情 好 那 这个呢 就是他们分散以后呢 这个 这个 犹大所做的事情 然后接着呢 他又二要重述 回到 回到这个 约瑟 约瑟的故事 那约瑟呢 马上你就看到 约瑟 有碰到类似的情形喔 是不是 嗯 那约瑟怎么做 约瑟怎么做 约瑟就跑掉了嘛 他碰到那个 波提娃的太太 来 approach他 对不对 他就跑掉了 所以你 你发现这两个呢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他用这种 二要重述的方式呢 给你一个 强烈的对比 那再给你们看 另外一个例证 好 这个 这个可能 就看你们 这个 这个其实是 我在另外一堂课讲的 这个 六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 雅哈死后 摩押背叛以色列 OK 雅哈死后 摩押背叛以色列 那在下一节呢 六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 他说 你们看得见吗 雅哈死后摩押王 背叛以色列王 第三章第五节 六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 雅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六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 雅哈死后摩押王 背叛以色列王 很特别啊 完全一样 好 那 当中 有那么多的经节 做什么用 好 这是二要重塑 那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很清楚 就说 这个地方呢 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就是 第一个 雅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王 那个时候雅哈一死啊 做以色列的国王的 就是雅哈谢 他的儿子 雅哈谢做以色列王 那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先知是谁 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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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知伊利亚 OK 那 结果呢 因为 你知道他每一年啊 这个摩押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要是 看那个 看 六王记下第三章 第五节 那个地方呢 他说 第三章第四节 他说摩押王米沙 牧羊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 和十万公免羊的毛 给以色列王进贡 十万羊羔的毛 跟十万公免羊的毛 有多少啊 差不多 所以以色列每个人都可以穿衣服了 很多啊 假使你忽然间撕掉了这笔财富的话 你会不会去处理 一定马上处理啊 对不对 一定马上处理 那 他为什么 要到第三章第五节 才开始处理 因为你会发现 第三章第五节处理的时候呢 他是 去处理的这个 以色列的王 叫约兰 那个时候 约兰碰到问题的时候 以色列的先知是谁 伊丽莎 伊丽莎 所以呢 他们碰到问题 就找伊丽莎帮助 所以你就会问说 我要 那他用这个二道重述 是做什么目的呢 好 这个目的就很特别了 就是因为 因为六王纪下第一章二节到十八节呢 他提到说 雅哈 雅哈蟹呢 从栏杆上掉下来 好 因为他呢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坏王啦 好 那神就直接处罚他了 就让他从栏杆上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就 在床上就 爬不起来了 他想从床上下来就是下不来 好 就是上去下来 就在那边 那个 跟伊丽莎在那边 你要下来 我要下来 伊丽莎说你不能下来 就在那边 两个人在那边正来正去 你们看第一章就是这样 就是那边下去下来这样 就后来呢 他就下不来 他就死了 好 那这个第一个就 让我们看到 那约兰就接了他的位置 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提到 伊丽莎接续 伊丽亚成为耶和华的先知 悠然记下第二章 好 所以你把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呢 基本上呢 他就是等于是 从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呢 他让你看出 第一个王位变化 第二个呢 是先知之分的转移 那这两件事情交代以后呢 他再用恶要重塑的方式 就是回到亚哈时候 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 然后以色列才出兵 对不对 但这是一种恶要重塑 他先先帮你解决 这件事情的转范 然后呢 再提到下面一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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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是一种恶要重塑的作法 好 那 那么 我在想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再 再讲他就会太 太 太 太那个 好 那 那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 其实在 那个 初二集记三十一章的 十二教 十二到十七节 还有三十五章的一到三节呢 其实我觉得很清楚 也是一种恶要重塑 好 你看一下那个 这个是 这个是圣经里面 他为了要描述这种 这种 这种 记载这件事情 你看哈 初二集记三十一章 十二到十七节 三十一章 十二到十七节 好 好 请曹语曹语曹我念好吗 好的 有麦克风 所以他们可以录一下 好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悟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 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 叫你们成为圣的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 以为圣日 凡干犯这日的 必要把他制食 凡在这日做工的 必从民中解除 六日要做工 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 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 必要把他制食 故此以色列人要 世代代守安息日 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 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到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出唱 好 那你假使真的看的话 郭希敏 请你念那个 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要不要把那个 麥克风传给他一下 好吗 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两段圣经事实上是一样的 记载是同样的事情 没有什么 major difference 这个是圣经所用的一种 扼要重塑的方法 好 扼要重塑的方法 那为什么他要用扼要重塑的方法呢 因为 超埃及记里面 基本上有很多的是提到 那个 灰幕怎么做等等等 但是呢 其实他整个flow 我们从在介绍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 他整个flow主要是narrative 主要是narrative 主要是一个叙事文体 是一个故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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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神在 吩咐摩西呢 说怎么样做这个什么 在三十章呢 怎么做香檀啊 做盆啊 做圣香啊 等等 做会幕等等的时候 然后给他 吩咐他说 你们要守安息日 然后 讲完这个的时候呢 就三十二章呢 就发生了什么 金流毒的事情 有没有 发生金流毒的事情 那发生金流毒的事情呢 结果摩西呢 就把那两块滑板就摔碎了 然后就磨成粉 叫他们吃下去 哇 摩西这个 这个 这个 就叫他们把那个 三酸青肝吃下去 好 所以 所以这个人 摩西啊 真的是很有 很有 很有guts 他是很有意见 他就把他 把他强大把他灌进去 然后呢 可是这完蛋了 这个 两个滑板就不见了 神给他 两个滑板就不见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 你知道在 这个当中呢 这日当中呢 就是 就必须呢 神就吩咐他 再造两个滑板 那再把这些事情弄好 就把这个 他把这个 等于好像是 这本来是主线的故事 一直在走 对不对 忽然间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 敬拜金流毒的事情 所以 他就在这个 讲这个 讲这个 安息日这件事情呢 他就停在这里 然后呢 就开始处理这个 敬拜金流毒的事情 把这个 就立委人 就这个时候跑出来了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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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粉 叫他们吃下去以后 然后再 神 再给他两个新的滑板 然后呢 才继续 再继续做这个 丰富会幕的事情 所以他就必须 在把那个 断的那个时候 被 插开的那个主线 主线被插开的那个时候 就是讲到 安息这件事情 再重提一次 然后再接下去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 你这样来看的话呢 就 就比较清楚了 就不会像那个 不会像 我们的课本提的 就是他要 他尝试要understand 为什么他这样安排 为什么要提两次 好 那我想 你从narrative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 就很容易了解 好 那 好 OK 那么 我们再来提到 食灾的严重性跟意义 所以基本上 食灾呢 是提到这个 是提到这个 很多食灾呢 是 都是击打埃及所崇拜的神 譬如第一个 尼罗河的水 河水变血 是尼罗河神哈比 被击打 然后 Casudo 这是一个以色列 很出名的一个commentator 他提到七章十九节 提到石器木齐都满了血 那石器木齐 他认为 可是我认为 就是用石头做的 木头做的偶像 好 那早上起来 每个都擦口红 好 都满了血 所以 好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第二个呢 青蛙 青蛙 蛙齋遍满的 埃及地 hacked 多到一个部分 连铲面盆里面都有 那个 那个女 那个妇女看的都很讨厌 好 这个时候 埃及的神就被 连他们 埃及人都讨厌 好 然后呢 狮子片满了人跟 牲畜的身上 那 埃及的祭司都 连 连头发 连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 有没有 好 那就这样很干净啊 狮子把他咬到处都是 好 你看 那这个 这个就是 就被defile 那 成群的苍蝇大埃及人的房屋 好 还有深处的瘟疫 好 埃及呢 它是 很多地方 特别在有个地方叫Ptar的地方有个 Apisb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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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sbo 这个 还有它也是 它很多地方 它有的这个 它只是 年代是依照那个牛 来计算的 是 哪一个胜牛幾年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真的是笨到可以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Anyway 所以它深处呢 都会遭瘟疫 然后 能跟深处呢 身上起炮窗 冰袍跟火下在地上 蝗蟲满尽 埃及地 全地黑暗三天 那是 Igifing God Raw Raw是一个他们太阳神 最后呢 它是法老的长子都要死 法老长子常常是 Conseal是一个神 好 那基本上呢 我们刚刚提到最后一个灾 其实就是对以色列跟埃及 两个都要 都是都会受 受这个灾 除非他们用那个血涂在门楣上 所以神就让他们知道说 头生的是属生 我们刚刚讲过 好 那 那 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 法老的硬心 到底 法老硬心呢 是神使他硬心呢 还是他自己硬心 那假如神使他硬心呢 有谁能够抵挡神的旨意 好 这其实是保罗所讲的嘛 保罗说 假如说 那是神使他硬心呢 那我们是谁 有谁能够抵挡他的旨意 那 那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硬心 神说你硬心 那他就硬心了 那没有一个人可以 可以不硬心 那这样的话 那神又有什么办法 可以 所以 我们又 又怎么 怎么说呢 他 我们怎么 这样公平吗 好 就是神要我硬心 我就是不能不硬心 然后他又因为我硬心 来处罚我 好 那 所以 所以保罗呢 基本上就说 就骂了他们说 那你是谁 那神是一个 陶将 你是一个陶土 他能到没有 没有权利 要把你做成什么 就做成什么嘛 好 保罗就这样讲 他说 他能到没有权柄 把你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 那你们家请客的时候 就 放那个什么 那个鱼刺汤 就端出来了 好 那 神能到没有权柄 把你做成一个 卑贱的器皿 那卑贱的器皿 他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 把你做成一个尿盆 那晚上的时候 就拿给客人 你就用在这里 就这个意思 他说 神能到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这样做吗 好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对不对 当然可以 那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你看实际发生的时候 在四章二十一节 七章三节那里呢 是提到神将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实际发生的时候是七章十三节 十四二十二八章十五十九三十二九章七节 三十四到三十五呢 这里是法老的心理刚硬 好 那所以我们 我们提到说 第一个solution呢 是 是法老的心先刚硬 然后神才使他刚硬 好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 一个solution 但是他说有很多地方是 其实是神使他刚硬 所以 所以这个第一个solution 第二个solution 就是说 我觉得基本上呢 要跟神其他的属性一同来看 因为在罗马书九章十八节呢 我们刚刚提到 神有权 让人做一个 卑贱的器皿 有权让人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好 这个在你们二十九页那里 好 但是呢 保罗同时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他说大富人家有许许多多的器皿 对不对 你们当智洁 好 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 所以神的心意呢 是当你智洁的时候 他愿意让你做贵重的器皿 好 所以 保罗在提到神的主权的时候 他说他有绝对的主权 他要让你做尿盆 你就是尿盆 他要让你做这个鱼翅汤盆 你就是鱼翅汤盆 好 可是呢 那神 保罗又说 可是神的心意呢 是要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贵重的器皿 所以你看神的 所以你要把属性连在一起看 因为我们讲这个 保罗在跟 在跟这个罗马人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 他当然把它分开来讲嘛 对不对 那 那什么叫主权 主权就是要你做尿盆 你就不得不做尿盆 好 但是呢 神的属性还有其他的属性啊 他是希望让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 所以你要把它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好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 就一个一个 就比较可以了解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好的solution 第三呢是 神assume responsibility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是 那约伯受难的事情 我问你 约伯受难到底是 谁搞的鬼 蛤 是撒旦搞的鬼啊 是不是 谁杀了他的孩子 谁毁了他的财产 谁让他的皮肤受长窗 蛤 撒旦嘛 对不对 谁让他的太太跟他讲说 你咒诅神去死吧 有人讲话 是他的太太呢 还是撒旦 Anyway 这个你们去想一想 那 那 那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当约伯在那边argue 跟他的朋友在那边argue 约伯一直认为是谁给他的问题 是神给他 对不对 一直约伯一直是认为 神使我受苦 God infected me 有没有 最后神跟他讲话的时候 神说 约伯啊 你乱七八糟 不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全部怪在我身上 神有没有这样讲 神没有这样讲 神回答他的里面 神没有推脱责任 有发现没有 神没有说你错了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好像 好像 爸爸在跟孩子讲说 你错了 不是我做的 你不要怪你老爸 不是我做的 不是这样子 神是什么 神根本就assume 那个responsibility 他只是跟他讲说 你知道这些事情吗 然后他跟他讲了很多的事情 Can you know that 那当时他问说 你能做这些事情吗 Can you do that 那约伯说我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神就说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don't know so many things you cannot do 所以神没有回答他 神也没有denyne 说 这个不是我做的 懂不懂 所以基本上呢 我想神之所以为神 有时候 神跟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今天事情有错了 是他做的 不是我老师是他 不是我 推来推去 但是神 没有 因为他是 他是那个 他是整个世界的创始者 也是 也是 All things are sustained by him 那个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 17 哥勒西数第一章十七节说 万物因他而立 对不对 all things 那个立的意思是sustained sustained by him 所以呢 他没有推脱责任 所以他就是我 他就把他承担起来 so he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就讲 你知道这个了解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那边计较说 到底是 那个 那个法老先新应 还是神使他新应 神说他新应 你说是我使他新应 That's ok 就像 就像那个 约伯说 是 到底是 撒但使他 Inflict他 还是神 约伯认为是神 Inflict他 神一点都没有 都没有 deny这些事情 好 所以 你知道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我们常把神 bring down to human level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 很多的argue argue 但是神有时候 就跟你argue一下了 但是基本上 他不跟你argue 也没有关系了 他也无所谓 好 好 那么 那么 我很快要再讲一个 就是说 以色列人过红海 那个红海呢 西部人叫Yam Suf Yam Suf Yam Suf 在你们的二十九月 这下面一行 Yam Suf Yam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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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Weed Sea of Weed 因为掌鲁尾 就要很浅 所以他们就越过去了 就走过去 才很浅 那神也很幽默 神就让所有的埃及军兵 在鲁尾海里面全部淹死 哇 那以色列没有淹死 但是最精壮的军队竟然会淹死 那导致一个最大的神迹 所以 所以这个 我觉得神也很幽默 所以 所以基本上他名字叫做Yam Suf 但是 他 他可以 他也是很深的 好 那么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 好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 我很快讲一下 基本上 有两个 有两个说法 一个早期是1446年BC 一个是晚期是1290年BC 好 那1446年BC的重要的日期 是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 因为在圣经上 有提到一个经节 是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 他是这样讲 他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帝后480年 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第四年 西湖月就是二月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以呢 他 提到 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 就是966年 这个可以 可以 因为所罗门很出名 而且他有建殿 所以这个可以算得出来 966年 然后呢 所以之前480年 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日期呢 就是966加480 就是1446年BC 这是圣经最直接的一个日子 那1290年呢 为什么会用 有人用1290年呢 因为呢 他是 他把埃及最著名的华老 蘭塞二世在位的时候呢 他把他合在一起 所以呢 前者 OK 前者差了156年 那 那你们知道这个Rameses Rameses 这个Rameses 这个 这个 你们看那个 Prince of Egypt 有没有 那个 迪斯奈 迪斯奈的那个 电影 有没有 那个卡通影片 他就是采用这个 晚期 所以那个摩西跟Rameses 两个人在玩 有没有 在玩 骑着车嘛 在玩 那他最大的一个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 就是他在 这个 在 在 在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一开始的时候 他提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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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节 他说 埃及人派都公 挟制他们 加重 但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 两座 激活城 就是比东跟兰塞 兰塞Rameses 好 那 那支持这个 晚期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1290年的原因呢 就是说 假使以色列出埃及 是1446年的话 他们就不可能 帮Rameses 改成了 因为Rameses 是在1290年的时候 才出来的王 ok 好 那 那这个 那我们的 那我们的 我们的理由 我们的理由 基本上 其实 其实 因为这个 其实是一个 very long discussion 但是最好的 就是 支持就是 以色列出埃及日记 是1446年 是一个early date 他的原因 有下面几点 第一个 四世纪 十一章 二十六节 耶夫他提到 以色列在约旦河东 已经三百年了 加上四十年 在旷野的游荡 一共离开埃及有三百四十年 那加持用前期呢 1446年 减掉三百四十年 就是一一零六年 是耶夫他的时候 那跟扫罗呢 在一零五零年 做王 就差不多六十年以后 五十六年以后 做王 那大卫呢 四十年以后做王 就配合的很好 好 那配合的很好 那加持依据 前期的话 四世纪 差不多有三百五十年 那依据后期呢 四世纪呢 只有两百年 那后期的说法 就没有办法容纳下 那么多事实来秉证 OK 好 那么 我在想 我们下一次 因为时间到了 那我们下一次 我再稍微把那个 藍塞城的这个 这个事情稍微讲一下 那大家 因为现在没有录音 录影 所以他们需要这个 所以我们下次再用个五分钟不到 我们就可以讲完 那我们就开始讲那个 立位记 那你们可以把立位记先看一下 好 好不好 略记先看 因为我是觉得 对对对 大美的讲义 还有你们最好圣经也看一下 谢谢大家